冯大婶和李大妈认识源于他们两个的孙女都在一个幼儿园上学 再加上两家住在一个小区 单元门对着单元门 久而久之 就成了无话不谈的一对老友 从农村老家来城里的李大妈平时除了去幼儿园接送孙女 因为还有理发的手艺 所以空闲的时候 就去离家两三公里的一个理发店做兼职 而冯大婶是个退休工人 啥事也没有 平时也帮衬李大妈 有时候如果李大妈家没有人接孩子 她也主动把两个孩子一块接回来 这天周末傍晚 冯大婶下楼倒垃圾 正当她把垃圾带扔到垃圾桶想折回时 突然发现对面楼道里站着一个女人 那女人正搂着一个男子亲吻着 冯大婶心想 现在的年轻人真开放啊 这天还没有黑呢 她正打算离开时 却觉得哪里不对劲 嘿 那女人穿着一件粉红色的大衣 留着长发 从侧面看 怎么越看越像李大妈的儿戏小玉呢 好奇心驱使她不由自主地向前移了移了脚步 躲在花池旁边一棵树后面 偷偷地看是不是小玉 她瞪大眼睛 没错 真的是小玉就在她胡思乱想之时 突然对面楼道里冲出来一个三岁左右的小女孩 那小女孩还没有到楼道口 小玉便和那男人好像听到了楼道里有人下来 猛然放开了彼此 冲大婶一看 这小女孩不正是李大妈的孙女欣欣吗 那个男人又是谁呢 这时就见小玉拉起欣欣 一把把欣欣抱在怀里 让欣欣和那个男人拉手 可欣欣却不配合 那个刚才和小玉亲吻在一起的男子 信性地把手放下去 看了看手腕上的表 对小玉母女摆了摆手 这时 冲大婶就听欣欣在妈妈的提示下 不情愿地摆摆手说 叔叔再见 听到欣欣这么一说 冲大婶的心里咯噔一下子 天哪 刚才看到小玉和这个男的 躲在楼下干柴烈火似的亲在一起 就觉得有问题 欣欣在这么一喊 看来十有八九小玉和这个男的 有件不得的事情啊 回到家后 冲大婶左思右想起来 她以前和李大妈在一起时 李大妈也经常向她抱怨小玉 说小玉这儿媳妇 老是对着婆婆说自己男人的不是 气得李大妈 没少在冲大婶眼前数落小玉 有一次 李大妈还对她说 小玉外面肯定有人 否则不会天天对儿子那么多怨气 第二天 冲大婶见了李大妈 就一股脑地 把昨天自己的所见所闻 全都说了 李大妈一听 气得一跺脚 就要去找小玉质问 她刚想迈步 却被冲大婶一把拉住 冲大婶劝说 欣欣他奶奶啊 我不是说你 这事儿是急得来的吗 俗话说 捉贼捉脏 捉奸捉霜 你这么去 又没有证据 搞不好 海边席枪一通 依我说 千万不能打草惊蛇 李大妈一听 似有所悟地点了点头 又说 那我侧面问一下 欣欣不就成了 冲大婶又轻轻摇了摇头 这也不行 你想啊 现在欣欣都上幼儿园了 我看她也挺机灵 你就不怕你问的话 欣欣会原封不动地 给她妈妈小玉学过去 李大妈不无担心地说 你说得没错 欣欣平时和她妈最亲了 上次我当着欣欣地 念发了小玉的两句牢骚 到了晚上小玉就知道了 为此 小玉还差点和我吵起来呢 说到这里 李大妈轻轻咬着嘴唇说 没想到 小玉这个女人 竟然给我儿子戴绿帽子 哼 既然她有错在先 待我抓她现行 让我儿子 把她扫地出门 为了抓小玉的奸情 李大妈干脆连里发店里的兼职 也不做的 因为从麻将馆看出来 刚好能看到小玉家单元楼 所以 她天天没事就猫在小区 不远处的麻将馆里 监视小玉 冯大婶本来就没有什么事 也热心地参与进来 和李大妈一道 当起了侦察员 一连好几天 他们两个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这下子 李大妈有点沉不住气了 可凭大婶 让她务必要耐心 并说什么 要想钓到大鱼 就得舍得花时间 这天上午 小玉轮休 李大妈和冯大婶 把两个孩子送到幼儿园后 就如期来到了麻将馆蹲点 突然 冯大婶拉了拉李大妈的袖子 快看 好像那天那个又来了说完 向几十米之外的小区门口只去 李大妈眼神不大好 透过雾霾 问道 你确定是那天那个人吗 冯大婶拍着胸脱说 放心吧 错不了 还是那身打扮 就是那个身高 两人不敢耽误 马上起身 快步走到小区门口 果真见那男人 静止走向小玉所住的单元楼门口 随即就见 一个穿着粉红大衣的女子 闪了出来 李大娘定眼一瞧 这不正是儿 媳妇小玉吗 她瞪大眼睛 想看看到底小玉想干什么 谁知那男子 竟然递给小玉一个包裹 小玉拿起对方的笔 在包裹上写了几个字后 人家把包裹上的单子一撕 走了 唉 原来是个送快递的李大妈 提起的心又掉了下去 然后有点怀疑的 转过脸 问冯大婶 你不会那天也看错了吧 他们两个真的亲嘴了 那还用说 那都是我亲眼所见 亲身经历的冯大婶 因为认错了人 有点不好意思 但一听到李大妈怀疑自己 马上严肃地回答 这天周末傍晚 两人又在麻将馆搓麻将 还是凭大婶眼间 突然叫道 她奶奶 快 我看见那个男人进了楼到了 哪个男人 李大妈问道 还能有谁 就是和小玉有事的那个男的 今天没有雾霾 这次我绝对没看错 冯大婶拉着李大妈就跑 两个人刚进小区门口 就见一个高大的背影 已经进了小玉所住的 单元楼楼到门口了 清点 咱们跟上去 冯大婶对李大妈说 他们二人捏手捏脚 轻车熟路地 来到小玉所住的三楼东户 这时 李大妈把耳朵贴在门上 只听到里面小玉的嬉笑声 李大妈赶紧掏出钥匙 快速把门打开 刚进屋门 映入他们眼帘的 是一个男子正抱着小玉 在沙发上互相亲热呢 因为二人笑声很大 好像没有感觉到 有人进来 你们干什么呢 李大妈大声吼了一嗓子 喊完后 她突然大叫起来 唉 怎么是你儿子那男子 红着脸站起来 称怪道 妈 您吓我一跳 啥时候进来的 这 这次不会 你又看错了吧 李大妈瞪了一眼 逢大婶 逢婶便解道 绝对没有错 那天周末 我看见 与你儿媳妇在楼下亲吻的 就是这个男人 哦 我哪知道 那就是你儿子 你们摔桌奸的吧 小玉看这架势 也明白过来了 随即哼了一声 坐在沙发上 阴阴地哭泣起来 突然星星揉着眼睛 从卧室里 光着脚丫跑出来 好像刚睡醒 她一看妈妈在哭 赶快扑上去问 妈妈怎么哭了 还不是有人怀疑 你妈妈小玉 故意提高声调说 李大妈对冯大婶说 你看这是弄的 唉 也怪我没有告诉你 这就是我儿子 在刑警队工作 经常在外地出差办案子 整天不招架 说到这里 她又对小玉说 小玉 这都是婆婆的不对 可你怎么老是埋怨 惺惺她爸呀 小玉嘴一撅 我平时一个人 在家忙完这活 甘纳活 还要照顾孩子 有多辛苦 难道连过过嘴瘾 易奕心里的气 也不行呀 冯大婶手足无措地说 这 这真是个大误会啊 说到这里 她又说道 要是哪天 星星不说什么 叔叔再见的话 我也不会认为 你儿子是外人吗 李大娘的儿子 叹了口气说 唉 这都怪我 一年在家里 也待不了几天 孩子见我就像 见莫生人似的 怪不得他说那样的话 直到现在 还不肯喊我生爸爸呢 说到这里 这个欺齿的汉子 眼里亮晶晶的泪花 只打转 大家觉得 今天的故事怎么样 喜欢或者不喜欢 都请留下你们的跟帖 也可以看看 有没有触动到你们的地方呢 要是有意见或者投稿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的 小编会认真看的 祝你们天天开心 本内容纯属虚构 如有雷同 纯属巧合 我会认真看的 优优独播剧场 达 门属虚构 优独播剧场